哈囉大家好我是俊俊老師 欸開始錄了嗎 開始了 OK 哈囉大家好我是俊俊老師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俊俊老師要來介紹的是精品鞋 我想要介紹的是我最最最最後悔買的 五雙精品的鞋子 首先第一雙呢是這雙 這雙是Stella McCartney的 Alice Star Lover 這個鞋子呢是他們剛出來的時候 就非常非常爆紅的一個款式 像那個眨眼鞋的博主 他也是有穿這雙鞋 很多博主都有穿這雙鞋 因為他這個厚底的設計呢 帶來了一個新的潮流 好多人都在買 我就好想要來買看看 但我就一直很很很掙扎 想說我到底要不要買這雙鞋 因為我覺得這厚底呢 是一個非常難駕馭的一個風格 但是呢我後來就還是忍不住了 我就花了大概800多美金買了這雙鞋子 然後我買回來的時候 我買的尺寸是39號版 雖然這是我原本就是穿的尺寸 那我買回來的時候就覺得太大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 鞋子就超滑 然後再加上他這個厚底的設計呢 非常的不好走 因為他的底很高 所以呢我在走路的時候 就很容易走一走就 啪就拐到之類的 所以他是真的很不適合走路的鞋子 感覺就是這些博主啊 就是在你的地方拍照 然後再加上他這個皮啊非常的硬 穿他的時候就是會一直磨到腳 所以這雙鞋子呢我是真的非常非常不推薦大家 而且他價格也非常的貴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的鞋底呢 幾乎沒有穿過幾次跟全新的一樣 再來咧這雙呢也是非常非常爆紅的款式 這雙呢就是JAC Dior的 Technical Canvas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皮質是這樣一條一條線的 Dior出了這雙鞋子呢 設計就是差不多 只是在皮質上面 還有樣式有一點點變化 那大部分都是大同小異 這雙鞋子的定價是790 其實我記得我穿不到兩天吧 就有一天我在走路的時候 我老公他就不小心踩到我的腳後跟 這個地方 結果他就斷了 這根就斷了 我那是當下真的是傻眼 不知道該如何是好 後來就是找外面的就修鞋子的修 然後我就覺得我買了一個這麼貴的鞋 這麼質料這麼差 才輕輕這樣踩一下就斷了 它的這個設計呢就是讓你的鞋呢 很容易腳勾上去了 但是鞋底還在地上 所以人家才很容易踩到你的鞋子 然後再加上它又是尖頭的 這個尖度啊穿起來其實是沒有很舒服 後面這個袋子也勒得非常不舒服 所以我其實蠻厚會買這雙鞋 我不曉得網友有沒有發生跟我一樣的事情 但是我被踩斷的時候我就大傻眼 好 第三雙呢是這雙鞋子 OK 我相信這雙鞋子呢 大家應該常常在IG上面看到博主在穿 它這雙鞋子是季凡希出的一雙毛丁的靴子 這雙鞋子其實蠻貴的 它定價是1395塊美金 我會在打折的時候買 我不是那麼衝動 除非是真的很喜歡 它的設計就是因為這個地方很好看 我那時候買了這雙鞋以後回來穿 我發覺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難穿跟拖 所以你要穿的時候呢 你要把每一個袋子這樣扣給大家看 一個 一個 至少要扣兩個 所以另外一邊呢也是要這樣 它為什麼不能旁邊出一個拉鍊 讓大家可以好穿圖 因為你知道要這樣子把它拆下來 要裝上去四次 你知道有多麻煩嗎 雖然這雙鞋子真的很特別很好看 如此不方便的鞋子 其實真的不是那麼的實穿 所以我覺得如果大家有喜歡這雙 季凡希的鞋子的話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要不要買它 因為價格也不便宜 第四雙鞋子 這雙也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The Rod 出的 那這雙鞋的名字叫做Coco 它這個皮呢是雞皮的 它其實很特別的地方就是它這個綁帶的地方 我買了這雙鞋的時候我也是有試過 但是我個人覺得這雙鞋子非常的不實穿 它這個跟非常的小一個 你看它前面這個地方 這麼長一片 所以其實我在走路的時候啊 這個跟啊非常的不穩 所以我呈現一個腳趾頭要抓住它的狀態 那這個袋子呢其實並沒有什麼幫忙 常常走一走這雙鞋子就噴出去 那我覺得有可能是因為我沒有加底的關係啦 但是不管有沒有加底 這個跟你在走的時候啊 它就會呈現這樣晃的狀態 這雙鞋的價格是795塊 也是滿貴的一雙鞋子 如果你有喜歡的話我覺得你要考慮一下 我可能會去加個底來試試看看它會不會好走一點 但是我覺得應該也不會好到哪裡去 其實我發現滿多精品鞋子出的鞋款都比較適合小腳的人 像我們這種三九半四十的大腳 穿起來真的是滿辛苦的 大腳真的不好找鞋 好心酸啊 最後一雙啦 這雙鞋子呢其實之前呢我在介紹愛馬仕有出現過 那這Oren Sandal它的皮呢是Box的皮 我穿了三九半的時候 因為我腳比較窄 所以我這個腳的這個寬度啊 會呈現我腳趾頭一直要衝出去 腳就不是在整個鞋子裡面 因為這裡太寬 後來我就決定買三九 因為它比較fit我的腳型 我以為我買OK 然後我就常常在穿它的時候 這個側邊的地方就超級超級抹腳 而且這個底啊非常非常的滑 是會咻就飛出去的那種鞋子 它的價格是650塊美金 一個拖鞋然後又是這個價格 穿起來這麼不舒服真的是蠻 如果今天這鞋子不適合你 就算它再好看你也不會把它穿出門 因為你穿起來不舒服 你要買精品的鞋子一定要去試穿 因為每一個人的腳型都不同 對應的鞋子都會有不同的感受 你看就連我自己去試穿以後 我都不見得可以買得到適合我的鞋子 一定要買一雙你穿得舒服又好看的鞋子 其實就是跟我介紹包包一樣 要符合你自己的生活習慣還有生活方式 那今天呢這就是我介紹的五雙 我非常後悔買的精品鞋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你買過哪些你覺得很後悔的鞋子 或者是你有任何的問題呢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詢問我 今天的介紹就到此結束啦 大家記得要訂閱按讚或者是留言喔 那我們就下次見吧 掰掰